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我们学到了 P2P函数中的系统函数 简单的带着大家 过了一下我们常用的这些函数库 那这节课呢 我们接着往下学 当系统函数满足不了我们要求的时候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到我们的自定义函数 那说到函数呢 不管系统函数也好 自定义函数也好 它都是来帮我们完成某一功能的代码段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来自定义一个函数 那首先呢 我们要知道如何声明函数 声明函数呢 通过关键字function 加上一个函数名称 接着一个括号 括号中可以有参数 也可以没有 接着一对花括号 之间呢 是我们的函数体 如果说想要返回值的话 可以通过return 来加上我们的返回值 那接着 在声明函数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这样注意这样一些问题 首先呢 和名称有关的 名称我们不能包含特殊字符 可以以字母或者下滑线开始 后面呢 可以跟上数字字母下滑线 这样就不要使用这个问号 信号啊 包括中文 来当我们的函数名称 那第二呢 我们函数名称 最好含义明确 而且呢 最好以动词开头 因为呢 它是来完成某一功能的 假如说我想玩 你可以写一个play game 对吧 我想得到什么东西 我想得到饮料 get drink 这样的效果 最好以动词来开头 当然呢 这个不是强求的 你要写一些测试的时候呢 你看我写一个test test1 这都可以 那接着最好 我们的函数名称呢 要遵循我们的 驼峰标记法 或者是下滑线法 那这个呢 和我们变量的命名 差不多 第四点 很重要 函数名称 不支持重名 也就是同名的 函数是会报错的 第五点 也需要知道 我们的函数名称 不区分大要写 你大写可以 小写的时候也行 但是呢 我们在使用函数的时候 最好遵循大要写 你写的是小写 你在用的时候 同样的也要是小写 接着还需要知道 我们的参数 括号中这个参数呢 不是必须的 你可以有 也可以没有 那可以有一个 也可以有多个 这个呢 等我们讲到参数的时候 我们再来说 那最后函数体 不用说了 当我们的函数体内 碰到return的时候 它就立刻结束了 那return呢 是给这个函数 加上一个返回值 如果没有return的情况下 默认的函数 返回的是not 那也可以通过return 来返回任何类型的值 都可以 好 说了这么多 可能大家还不知道 如何来写 我们来一个简单的例子 你就明白了 我们可以来声明一个函数 f-unc-3 首先 自定义函数的时候 是用function关键字 来起一个函数名称 假如写成一个 say hi 括号中间 可以写上你的参数 可以有 也可以没有 那这时候呢 我就写了一个 没有参数的函数 在函数体内 我干嘛了呢 我就echo一个this is a 或者说写成一个 say hi talking 这样的效果 那这样就定义了一个函数 同样的 我还可以再来定义一个function 写成一个test 函数体内 我就echo一个this is a test 这样的效果 也可以 那这样两个函数 我们就定义完了 那定义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是否页面有什么效果吗 好 你看到 没有任何效果 那接着 我们需要来了解一下 函数的执行原理 你需要简单知道 函数是如何来执行的 那首先 我们声明完函数之后 这个函数呢 应该先被载入到 我们的内存中 不调用是不执行的 只有当你调用函数的时候 才会找到我们的函数体 来执行函数体中的代码段 那如果碰到return呢 函数立刻就结束了 如果没有return 执行到函数的末尾 也就结束了 当执行函数结束之后 他会把这个控制权 再移交到你调用函数的位置上 是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可以简单的来做一个 写成一个 Echo AABR 接着又写一个 Dolls I等一个 E2 E 又Echo一个 BBB BR 接着在这呢 我就可以来调用函数 你可以在函数的上面 声明的上面来调用 也可以在声明函数之后来调用 都可以 你写一个C Hi 写完之后呢 你再Echo一个 Less HR 水平线 再Echo一个Continue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这个程序是如何来跑的 首先来看 我们的程序 从上到下 依次来执行 先输出一行A 接着你声明了一个变量 复制为E 又声明了 又输出一行B 接着在这来调用函数了 你可以键盘按住Ctrl 鼠标左键点它 你看到 如果有这个函数的话 会立刻找到这个函数 来执行函数体内的代码段 那说代码段呢 你可以执行一个 也可以执行很多 在Echo Hello Word 这样的效果 那发现执行完这个代码段之后 下面没有了 没有了 整个函数调用完毕之后 将控制权再移交到调用函数的位置上 接着程序向下执行 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分析的对不对 运行一下 AA BBB Say Hi to King 接着又输出一个Hello World 输出完之后 发现没有了 将控制权再移交到这个水平线这 来输出一个水平线 接着Continue 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简单的你也看到 调用函数的时候 只用以函数名称 加深一个括号的形式 就可以实现我们的调用 同样的你再往下 你可以再来Echo一个 HR 再调用一下 Test 又会出现一个 Laysays a Test 这样一个过程 或者你可以使用这种爬虫 可以使用调试模式 这个还没有配置 好 效果是一样的 把函数的执行原理搞清楚 这是第一点 接着再往下 再来做个测试 刚才我们说到这些注意的地方 首先呢 我们的这个函数名称 不需分大游戏 你写了一个Test Echo一个 This is a Test 你调用的时候 可以在上面来调用 也可以在下面来调用 你可以写了一个Test 接着会出现一个 This is a Test 没问题 那再往下 你说我再调用一次可以吗 同样的也可以 Test 函数声明完之后 你可以多次调用 这也实现了我们这个 一个代码重用的 这也是为什么要把代码 封装成函数 的一个好处 你可以多次调用 就不用每次都写了 当然呢 我们这写的是一个测试的 那接着再往下 需要注意函数名称 不区分大游戏 你看到我们定义的时候 是一个小写的 那现在我有大写 有小写 有大写 有小写 同样的也可以调用得到 但是呢 尽量不要这么去写 遵循你定义时的 一个大条写 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再往下 还需要知道 函数名称 不支持重载 名称 不支持重名 你说在上面 已经定义了一个 Test函数 这时候我再定义一个 你说我再定义一个 Function Test 你说我想改变一下函数体 Echo一个Hello World 那这时候呢 你当保存之后 我们再来运行 会看到这样一个错误 拿过来 错误信息也告诉了大家 你可以看一下 要学会看这个错误信息 Fighterror 致命错误 都致命了 程序就终止执行了 Cannot Redeclear 不能重新声明 这样一个函数 因为什么呢 Previsely Decleared 之前已经被 声明过了 因为你也发现在上面 已经有一个Test函数了 所以说记住 不能和之前的函数 重名 那现在你是不和 不可以和 自定义函数 重名 那接着你说 我想和一个系统函数 重名 看可不可以 把它除掉 同样的系统函数 也是不能重名的 你写上一个Function MD5 你说我想自己来 定义一个加密 Echo MD5 Stream 接着你保存之后 你再来看 已运行 同样的报了这个错误 系统函数 也不可以重名 告诉你 已经重新定义了 这个MD5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 是不是应该是 函数名称不存在的 情况下 我们再来定义 这样一个效果 那现在就需要来 检测一下 检测函数名称 是否存在 如果不存在 再创建 再定义 那现在想检测 函数名称是否存在 我们可以通过 Function Exists 检测这个函数名称 是否存在 检测的结果 要么为真 要么为假 你就可以直接先打印一下 挖达一下 Function Exists 检测一下 MD5是否存在 再检测一下 自定义的函数 Test 好 刷新 把它做掉线 因为是致命错误 你看到这两个都是存在的 那存在的话 你是不是可以直接使用了 如果不存在的话 你再来定义就可以 再检测一个 Function Exists 简单的 Echo一下 This is a test 这样的效果 那定义完之后 你可以在下面来调用一下 看一下是否可以 好 你看到 This is a test 1 证明已经创建成功了 那接着我再来调用一下什么呢 调用一个不存在的函数 你写上一个test2 这时候你来看 又报了一个致命错误 因为当前你的脚本中 有这个test2吗 没有 你看到 Fight to Error Call to Undefined Function 调用了一个 未定义的方法 test2 所以说告诉你 这个函数是没有定义的 同样的 你调用一个未定义的 也会产生一个致命错误 这样的效果 好 有了它之后 我们说再来 创建一个什么呢 创建一个表格 写成一个Create Table 平时呢 让大家来输出一个 三行三列的表格 大家应该没有问题 你可以直接Echo一个 Table 乘对的写 Echo一个斜线的Table 再来输出 TR 斜线TR 再TD 这样的效果 这是一行一列 把它一复制 一个 一行三列的就有了 你想要三行三列 只用把它 一粘贴 好 稍微的格式化一下 一个三行三列的表格就已经有了 简单的来点样式 Border 1 Cell Padding 0 Cell Spacing 0 BG Color 一个表格 再来一个宽度 让它大一点 60% 这是我平时输出的 那当我说下边还让你产生一个三行三列的 你是不是应该把这个代码再复制一次 对 那这些重复的呢 你也可以把它放到我们的函数体内 来封装一个产生三行三列的表格 记住一个原则 大家在封装的时候 这个原则一定要记住 平时我们怎么写代码 那现在你这就是怎么写 写完之后 想把它变成函数 封装起来 就相当于在外层套了一个架子 通过function 起一个名字 CreateTable 起完之后呢 把你刚才写的这个代码段 放到我的函数中 当做我的函数体 接着再稍微格式化一下 选中 Format 好 格式化之后呢 你来看 这样一个函数 我们就封装成功了 和你刚才写的差不多 那现在我想看到这个表格的时候呢 我只用来调用一下 CreateTable 一个 当你说我再想看到的时候呢 我再调用一下 两个 就不用把相同的代码段 再粘贴一遍了 两个三行三列的表格 就已经有了 这样一个效果 所以说 记住一个原则 平时怎么写 我们就怎么写 好 那接着再往下 刚才注意中 还有一点 现在呢 我们这个 参数这先不说 看一下函数的返回值 写成一个function test3 echo一个 this is a test3 那现在想看一下函数的返回值 我们可以通过 whatdump来打印一下 test3 默认的 你看到函数体内 有return吗 没有 没有return的时候 默认的应该返回什么 对 no 刷新 你看到 默认返回的是 no 当想有返回值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 return关键字 加上我们的返回值 现在呢 我就可以在这来一个 return return一个整形 记住 函数碰到return 立刻就结束了 那你说return之后的这个内容 你还能看到了吗 对 看不到了 那现在你看到 通过return 返回了这样一个 整形 整形的1 同样的还可以返回什么呢 再来试一下 辅典类型1.2 也可以 再返回一个 布尔类型的 处 也行 再来一个 次负串的 this is a test 标亮类型4种 都返回完了 那再返回一个数组 可以吗 记住 当你想返回多个值的时候 现在没有学对象 就可以想到数组 把多个值放到我们的数组中 处 now 都可以 刷新 返回的是一个数组 同样的也可以返回一个对象 return return一个 new 默认的 计算结果返回去了 同样的你也可以返回一个三云算符的形式 3大于1为真吧 为真是AA AL40BB 这时候应该返回的是AA 那也可以返回一个什么呢 返回一个MD5的 admin 效果是不是一样呀 对 没问题 你看到 返回的是一个加密之后的32位的次负串 这是当想用函数有返回值的时候 通过return来加上你的返回值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 那一说返回的时候 得到某个值的时候 你要想到有return 如果说简单的只是打印到浏览器上 输出到浏览器上 你完全就可以通过icon 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那这节课简单的学到了函数中的第一部分 如何声明函数 以及函数的执行原理 以及调用函数 还有在声明函数的时候 大家需要注意的这些问题 也带着你来测试了一下 下来之后 大家自己来定义一个函数 来创建一个三行三列的表格 这样的效果 好 那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